另外下个周末就是圣诞节了 在那之前 今年加州全保投保日期 会在12月15号截止 加州全保日期联手的 亚美工艺促进中心 特别提醒所有民众 如果想要在明年1月1号开始 拥有可以负担的健康保险 就必须要在15号以前 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之前 完成投保申请 收看我们详情报道 加州全保执警长Peter Lee 再三呼吁民众购买保险 以免背上巨额的医疗费用 洛杉矶亚美工艺促进中心 总裁郭志明表示 目前已经有大量的亚裔民众 加入了加州全保 并且表示 亚裔工艺促进中心 将能够为有需要的民众 解答各种相关问题 并且提供多种的语言服务 但有购买加州全保的投保人就表示 保费每年都会上涨 受保几年之后 保费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负担 我希望就是那个费用能低一点吧 因为有些公司 他们不给保险的话 还是要自己付费 那假如说收入低的 还能承受得了 收入高一点的话 真的很恐怖 你的收入30%到40% 假如说拿来做投保的话 真的让人受不了 数据显示 加州全保今年各种计划的保费 相比2017年上涨了24.9% 不过 如果有些民众有资格拿到保费补助 实际支付的保费金额也不会增加太多 加州全保2017年的投保截止日期 是这个星期五的15日 如果市民想要在明年1月1日开始 拥有可负担的健康保险 就要抓紧时间了 天下未知记者马俊采访报道